好一艘商船上面 这个粮食到底是属于谁的 又引发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脚力 我们看到是这一艘呢 悬挂俄罗斯旗帜的这一艘商船 它本来是要从这个比尔江斯克 那要到土耳其这边的卡拉苏 它的总共是7146这种盾 那装载的是有4500盾的粮食 乌克兰方面声称 这上面的东西都是他们的 所以他们说是俄罗斯非法的 要把他们的东西给卖出去 所以现在乌克兰的总检察长 他们就喊文给这个土耳其的司法部 说要求要来这个彻查 他说俄罗斯是非法出口乌克兰的粮食 应该要扣押检验 而且还要提供这个商船的位置资讯 给乌克兰方面 不过针对被指控说 是入侵窃取粮食 现在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公 则是否认的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